人标题《笑傲江湖》里的灵狐冲 最终为什么选择了任盈盈金大侠一声名扬天下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离带金大侠的众多小说中 《笑傲江湖》算不上最好的 但是这部小说 却塑造了一个接近完美的女性形象 任盈盈盈看过不少评论说 林狐冲心里一直爱的都是小师妹月灵山 而任盈盈指示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小编倒觉得林狐冲真正爱的是任盈盈 小师妹指示她自己内心深处 一个解不开的情节 就像很多男人即使结婚生子 也会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的初恋留一个角落 不是放不下只是很怀念那个曾经深深爱过 付出过的自己 林狐冲对月灵山的感情 纯净是纯净 也足够深情 但是就是不适合他们之间的情感 只是因为青梅竹马的因素 林狐冲原本是孤儿被月不群夫妇收养 林狐冲与月灵山 从小就是最好的玩伴 在月灵山心里也许她曾经对灵狐冲动过心 但是她的这段感情并没有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她认识林平之之后受父母的影响 月灵山一直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 所以她所倾心的对象也必然是月不群那样的 中规中矩或许无论怎么包藏祸心 但是表面上都倒冒岸然一本正经的 而灵狐冲呢 从来都是吊儿郎当的样子喝酒打架 不喜欢对约束被名利所累 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是无法吸引月灵山去爱的 而人盈盈却与月灵山完全不同 她虽然是魔教的圣姑 但是任我行囚禁的时候 她其实与孤儿无异 所以从身世来看人盈盈 与灵狐冲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自他们相识的那一天起 就注定要互相吸引 互相爱慕在灵狐冲的情感世界里 月灵山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 迟迟不能让她忘怀 但是因为人盈盈了深情与温暖 慢慢感动了灵狐冲 那么两个人之间 是不是只有付出与感动就行了呢 那么不妨看看宜林对灵狐冲的暗恋 其实宜林为了灵狐冲也付出很多 灵狐冲也很感动 但两个人终究没有走一起 所以说 任盈盈能感动灵狐冲 也因为两个人更合适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 任盈盈与灵狐冲 其实人家是称得上灵魂伴侣的 任盈盈了解灵狐冲的个性 深知她的优点 与缺点对于优点 她鼓励对于缺点 她包容小编 觉得任盈盈其实是特别适合做妻子的人选 比如任盈盈一直知道灵狐冲对月灵山的感情放到别人身上 可能就非醋乱吃了 而人家任盈盈非但不吃醋 而且就是因为灵狐冲的深情而爱上她 在灵狐冲为了不让她生气 而碧玄不去救月灵山的时候 任盈盈却申明大意 主动让灵狐冲却救小师妹 只怕灵狐冲以后会后悔对于任盈盈的付出 灵狐冲只是感动嘛 也不是任盈盈有危险的时候 她宁愿舍命相救 他们心心相惜互相爱慕 也互相成全 这不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吗 文希梅 文希梅